我的兄弟 无声无息 的云南 你曾经问 我的定性问题 不信 才不信 大家好我是陈晓 我在睡在我上部的兄弟这部电影当中 饰演的林向宇 漂亮 你们喜欢吗 太棒了来 第二位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天昊我在 这部戏里面饰演 李大鹏 他是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 一个富二代 然后喜欢男的喜欢女的 我还不确定 这是性别取消 等等进戏院看吧 OK来掌声欢迎他 第三位 大家好我是 倩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叫谢迅 大家好我是刘瑞琳 我在睡兄弟中饰演 广超十一银 学霸喜好打架 谢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 兄弟情 他们三个人 三位事业的角色当中 有没有你曾经念书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在 都有 都有啊 就是他们 在他们的脸上 我都能找到我同学 某一个同学的一身身影 OK 好 那你觉得 怎样去阐述这个兄弟之间的感情 他是 他是因为大家因为住在一起 还是因为他会包庇你很多的事情 他是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女朋友名字 或者等等等等 你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最后一点 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要把他关系的笼络好一点 来掌声鼓励 哇 弹吉他 OK 我们掌声有请 文剧中的 余主角 请来掌声有请 你好 大家好 凯柴欣欣今天来到 是在上 是在上铺 是在我上铺的 兄弟的电影的发布会 那今天也特别高兴 因为是下期嘛 我们就到你节刚过 是是是 嗯 既然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绝对 学姐吧 学姐 对 师姐 那你在戏中跟哪一位是有这个 故事 嗯 牵连的 猜 猜啊 大家猜得到吗 没有 没有 希望是挺小的 是 这样 我们这一位有牵连的主动自己上来好不好 还扣扣子 哈哈哈 还扣扣子 上来就上来 扣扣子 就是太帅了 今天好严肃啊 嗯 哈哈哈 他今天上来我就为了配合他 我们俩都说错了 说的不太顺利 哎 他在导时差 对吧 最近真的特别忙 嗯 跑在两个剧组之间 所以辛苦了 哦 哇 不可惜 哈哈哈 这应该也是 不单单 没有给你客气 这不单单世界也是我们演艺界的前辈 对不对 那你说辛苦了 你不应该回忆回应一下吗 没有 因为要演这部电影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不应该这么去看 哦 应该就是把它当作 比如说我中心的世界 嗯 或者说 就是 你怎么看我 哈哈 对 对 对 那是不是你对 你们学校原来的师姐 都没有什么好感 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你说不屑 就是你原来的师姐啊 对不对 是演示 啊演示 好 心虚吗 心虚 哈哈哈 所以你们在戏里面演的是 啊 师弟 追师姐 对不对 对 能说吗 能说啊 啊 那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追过师姐 在生活当中 嗯 没有 没有 其实我没有追过师姐 嗯 都是师姐追你 我是神话 是神话 有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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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神真的太好了 我不敢问的话 她都能说你知道吗 有啊 没有啊 算了就伤好 哈哈哈 那你觉得在戏中演的话 追师姐容易吗 追师姐的话呢 其实男人本身自己啊 嗯 是觉得 追比自己大的女生的话 会觉得有一些自卑的 哦 因为 一般情况下 直男呢 嗯 都会 都会找一个 就是 就觉得自己很照得住的一个女 哎 这样子的话 她自己有 也会有啊 成就感啊 也会有安全感 嗯 但是一旦喜欢上比如说 比自己年龄大的 或者说比自己地位高的 赚钱多的女人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心虚 就是hold不住嘛 对 嗯 然后呢 就会硬大肿脸充胖子 觉得自己好像 在她面前表现出一副 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是 其实内心很心虚 会 会 嗯 我的女神啊 你觉得这个 她说追师姐 会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但你觉得你作为 师姐被师弟追 会是怎么样一个感觉 我真的从来没有被 比我年纪小的男生追过 真的啊 所以就靠这部电影 哈哈 太感受了 好好追 我也知道今天她非常的用心 嗯 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真的 对 种子 种子啊 我们让你一起来 先把礼物拿上来 来 这是 哦 鱼竿吗 对 这个师弟追师姐 是要放低姿态 哎 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教编 教编 啊 为什么要把教编送给师弟 呃 教编就是 嗯 当你跟师姐在一起 出对象的时候 师姐会 教你做人 鞭策你什么 会鞭策你 上进 上进 不要偷懒 是 多努力 嗯 这个是那个 培养男生成长的力气 哈哈哈 这怎样磨练出一个好男生 必须有 嗯 我以为是鱼竿呢 哈哈哈 还真的挺像鱼竿的啊 欢迎办公室的东西 来 三 二 一 啊 真的是鞭策啊 打手心 我们再换一个pose啊 第二张 想一想啊 准备好朋友 有 哈哈哈 钥鱼 钥鱼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打屁股 打屁股啊呀 你们太坏了 来 准备啊 三 二 一 一 呀 哈哈哈哈 掌声鼓励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哇 哎呦 好羡慕啊 哎 可以可以可以 回头 回头 哎 这不单单世界也是我们演艺界的前辈 对不对 对你说辛苦了 你不应该回忆 回应一下吗 没有 因为要演这部电影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不应该这么去看 哦 应该就是把它当作 比如说我中心的世界 或者说 就是 不是 怎么看我 到底怎么看 那大家知道就是 用心的师姐吗 是这样而已吗 那是名妮女 对你们学校原来的师姐 都没有什么好感 为什么 因为对 你又不屑 就是女人原来的师姐啊 对不对 是演示 演示 好 心虚吗 心虚 哈哈哈 所以你们在 在戏里面演的是 诗帝追诗姐 能说吗 能说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追过诗姐 在生活当中 没有 生活当中其实我没有追过诗姐 都是诗姐追你 我说实话 有没有 有啊 我的语神真的太好了 我不敢问的话他都能说 你知道吗 有啊 没有啊 算了就算了 那你觉得在戏中演的话追诗姐容易吗 追诗姐的话 其实男人本身自己 是觉得 追比自己大的女生的话 会觉得有一些自卑的 因为 一般情况下直男呢 嗯 都会 都会找一个就是 就觉得自己很照得住的一个女 诶 这样子的话 他自己有 也会有啊 成就感啊 也会有安全感 嗯 但是一旦喜欢上比如说 比自己年龄大的 或者说比自己地位高的 赚钱多的女人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心虚 就是hold不住嘛 对 然后呢就会硬大肿脸充胖子 觉得自己好像在她面前表现出一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是 其实内心很心事 会 会 我的女生啊 你觉得这个 她说追诗姐会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心态 那你觉得你作为师姐被师弟追会是怎么样一个感觉的 我真的从来没有被比我年纪小的男生追过 真的啊 所以就靠这部电影 呵呵 太感受了 好好追 我也知道今天她非常的用心 嗯 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真的 对 种子 种子啊 我们让你一起把礼物拿上来 来 这是 哦 鱼竿吗 对 这是钓鱼 这个师弟追师姐像方低方低姿态 哎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叫边 叫边啊 啊 开戏没演的是 啊 师弟 追师姐 对不对 对 能说吗 能说啊 那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 追过师姐 在生活当中 呃 没有 没有 其实我没有追过师姐 嗯 不是师姐追你 我说实话 说实话 有没有 有吗 有 有 我的女神真的太好了 我不敢问的话 她都她都能说 你知道吗 有吗 没有啊 算了就伤好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在戏中演的话 追师姐容易吗 追师姐的话呢 其实男人本身自己啊 嗯 是觉得 追比自己大的女生的话 会觉得有一些自卑的 哦 因为 一般情况下 直男呢 嗯 都会 都会找一个 就是 就觉得自己很照得住的一个女 哎 这样子的话 她自己有也会有吧 成就感啊 也会有安全感 嗯 但是一旦喜欢上比如说 比自己年龄大的 或者说比自己地位高的 赚钱多的女人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心虚 就是hold不住嘛 对 嗯 然后呢 就会硬大肿脸充膛子 觉得自己好像 在她面前表现出一副 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是 其实 内心很心虚 会 会 嗯 我的女神啊 你觉得这个 她说追师姐会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但你觉得你作为师姐被师弟追 会是怎么样一个感觉 我真的从来没有被比我年纪小的男生追过 真的啊 所以就靠这部电影 哈哈哈 太感受了 哈哈哈 好好追 我跟你说今天她非常的用心 嗯 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真的 对 种子 种子啊 我们让李小姐先把礼物拿上来 来 有请 哦 哦 鱼竿吗 对 所以钓鱼用 这个师弟追师姐向方低姿态 嗯 来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教编 教编 啊 为什么要把教编送给师姐 呃 教编就是 呃 当你跟师姐在一起出对象的时候 师姐会教你做人 鞭策你什么 会鞭策你上镜 上镜不要偷懒 是 多努力 多 嗯 这个是那个 培养男生成长的力气 哈哈哈 这怎样磨练出一个好男生 必须有 嗯 我以为是鱼竿呢 哈哈哈 还真的挺像鱼竿的啊 欢笑办公室的东西 一 三 二 一 喂 喂